想要主动影响别人让对方有所改变 并不是做不到的事 关键在于你怎么做到 学会正确的陈述事情 可能是你发挥影响力的 另一个重大关键 我是若全 在一般的印象里要说服别人 并不是容易的事 尤其要让对你不友善的人改变态度 更是难上加难 如果对方很讨厌你 而你还必须和他一起共事或一起生活 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 化解他对你的讨厌 让彼此的相处更容易一些呢 之前在幸福书房提过富兰克林效应 现在就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 来聊聊这个真实的故事吧 富兰克林是美国建国史上伟大的人物 他在从政的过程中 曾经遭到一名政敌的严厉攻击 富兰克林对这个人感到非常不爽 因为富兰克林从未和这位政敌见过面 也没有交谈过 他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这样抹黑他 但富兰克林并没有用情绪性的方法展开回击 也没有用理性的辩论试图反驳 反而是采取另外一种让人完全意想不到 而且非常有效的办法处理 他写了一封信给这位政敌 请他帮一个简单的忙 希望这位政敌能够寄出一本藏书 借给富兰克林阅读 作为政敌大感意外 但还是同意了富兰克林的请求 将这本藏书送到富兰克林府上 一个礼拜之后 富兰克林将原书归还 并且附上一封感谢信 从此这个政敌的态度出现了180度的大逆转 改用非常有礼貌的态度来跟富兰克林交谈 不仅如此 后来他们还变成了终身的好友 富兰克林说 比起接受恩惠 那些曾经施予你恩惠的人 其实更愿意帮助你 换句话说 如果你想要让某个人喜欢你 就想办法让他帮你一个忙 当一个人做了某些事情来帮助你 他会比较难再继续地讨厌你 以上这个理论就是所谓的富兰克林效应 由此可见 想要主动影响别人 让对方有所改变 并不是做不到的事情 关键在于你怎么做到 学会正确的陈述事情 可能是你发挥影响力的另一个重大关键 接下来看一个例子 想象一下 美国正在提防一次恐怖传染病的大规模爆发 专家预估一旦传染病爆发之后 将造成600个人死亡 如果目前有两种对抗传染病的方案 你必须要在其中选择一个 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方案A 有200个人可以获救 方案B 有33%的机会 让600人都获救 但同时会有66%的人无法生还 以上这两个方案 你会选择哪一个方案呢 请你记下你的答案哦 根据研究调查 有72%的人都选择了方案A 有200个人可以获救 接下来我们看看另外一种陈述问题的方式 假设在另外一个地区 同样有600个人也受到相同的威胁 同样有两个方案可以做选择 方案C 有400个人死亡 方案D 有33%的机会 没有人会死亡 同时66%的机会 600人会全数死亡 以上这两个方案 你会选择哪一个方案呢 在这项研究里有78%的人都选择了方案D 有33%的机会 没有人会死亡 同时66%的机会 600人会全数死亡 好我们在画面上重新呈现 刚刚所说的四个方案 你会发现其实方案A和方案C 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 在600人当中拯救了200人 也就是等于在600人中失去的400人 只有200人可以活存下来 不仅如此 你再对照看一下方案B 也是相同的 只是在计算上写的比较复杂 两种方案的差别 只是在于表达的方式不同 当方案A和B描述的是 获救的人命时 我们比较倾向选择安全的方案A 当陈述的方式改变 是从死亡或损失的角度来表述时 人们则倾向于赌一把 选择方案B 以上是一个重述效应的经典研究问题 也就是如何表述问题 决定了答案如何被选择出来 而讲到重塑效应 《快思曼想》这本书的作者 堪纳曼 做了一个视觉化的描述 请你先看看图A 停一秒 接下来我再来看看图B 这两个方块中间的小方格 是图A的比较深 还是图B的比较深呢 一般人都会选择图A中间的小方格 颜色看起来是比较深的 但其实如果你遮处两边的方框 会看到两个图稿中间的小方格 颜色其实是一样的 这也就是所谓 参照物决定的认知的理论 这就像是在传统的观念里 你可以在最好的街上买最破的房子 从经济学的房屋物件价值来说 这是很合理的 但事实上在最破的街上 住最好的房子会让你过得比较开心 主要的原因是居住的人 会跟邻居的生活水平做比较 行为的理论与案例就会发现 原来连改变的动机都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 希望你学会我跟你分享的这个观念 也做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 以上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 《关键行销》这本书 我为你摘要的读后心得 希望你喜欢我为你录制的影片 欢迎留下意见告诉我 你是不是对自己所发挥的影响力 更有信心了 下一次我要为你选读的好书是 Get the Guide 男人完全解密 让你喜欢的他爱上你 教会你如何透过改变对方 让自己找到真爱 最后我还要请你按下喜欢的符号 以及铃铛订阅 并且分享出去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